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年会 11月中将会在秘鲁举行 针对经济领袖峰会 总统特使人选据了解 总统府方面 鼠疫过去曾经出示过 APEC峰会的企业代表与会 目前已经将这个名单 和秘鲁主办国交换意见 并且正在作业当中 现在就传出 总统府资政林信义 会为这个内定人选 总统府预计在下周对外公布 最快21号就可以揭晓答案 另外呢 最近就传出南非要求台湾代表处 要迁出当地的首都 普勒托利亚 现在有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蒙古国正在阻挠台湾 在当地举行国庆酒会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有一名台湾官员就表示 南非政府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 在10月底前要迁出当地的首都 另外台湾驻蒙古国的代表处 他们原定在8号的晚间 要在乌兰巴托的一家饭店 举行国庆酒会 不过却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 就遭到蒙古国的警方 还有包括防疫人员封闭了饭店的出入口 现在专家外界就分析了 这可能都是大陆要孤立台湾的进一步行动 另外呢 总统赖清德其实上任资金 虽然我们的邦交国维持在12个 不过这个没有邦交国的南非呢 进去就传出刚刚我们提到的 要我们的代表处迁出首都 现在外交部就严定要反制 不排除要求南非住台湾的办事处 也要迁出首都台北 现在学者就解读 其实这是给台湾降格 很担心接下来会带来骨牌效应 赖政府上任后维持12个邦交国成绩 但非邦交的南非却出现警讯 南非政府要求我国驻管 10月底前签出首都普勒托利亚 若不配合将关闭代表处 外交界解读正是大陆在背后施压 南非跟北京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 尤其他们也是金专国家的会员国 2017年奈及利亚就发生过类似的例子 签到首都之外 基本上就是希望进一步 把台湾的存在降格 不过外交部为求对等尊严 不排除要南非住台办事处 也签出首都台北 学者市井硬碰硬 恐怕是一连劝骨牌收音 问题是南非这边只是个开始 未来恐怕所有这些非邦交国 会一个一个要求你的代表处签走 那请问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面对这个局面 如果你根本没有本事去应对这个状况的话 那就是降低两岸的冲突 对大家都比较好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还有110几个管处 还是要有一些应变方法 无论是在非洲 或是像是在中东拉美地区 还有可能继续会用这样的方式 来对台湾施压 今年大选后诺鲁无预警外交转向 友邦教廷跟图阿鲁也传出列径观察名单 但前外交部长胡志强提醒 不止邦交国可能松动 现在连非邦交国都不能掉以轻心 再也也提许类政府除了经营 美日大国双边关系 也要在其余 友邦和国际场域多下功夫 当然赖清德政府也有一些新的功劳 在印度可以多受一个办事处 执政党想方设法突破外交困境 但根本知道恐怕是先化解两岸僵局 记者 张佑茨 草庭海岸采访不到 那现在面对南非要求我国的代表处 签出当地的首都 李永平就表示了 这个驻南非代表处 在这个普勒托利亚的土地 是自己买的 不是租约到齐等等 就连我们自己拥有这个土地财产 他都一定要你把他这个赶出去 代表对岸下很重的手 要给赖清德一个好看 跟令人不安的是 这可能只是一个棋手势 在南非的这个案例 我们已经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可是却连我们自己拥有的土地跟财产 他都一定要把你赶出去 光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讲 我觉得对岸是下很重的手 那也真的是要给我们 算是给赖清德政府一种好看颜色 只是一个特殊事件 还是它是一个可能现在中国大陆 对于赖清德的实质两国论 的一个棋手势的打击 那我认为可能很令人不安的是说 它可能是一个棋手势的打击 本来台湾可能还有一点 我们讲的不管是经济的 或者是软实力的或什么的优势 结果你拿这种优势 你去投入在那种我们毫无优势的 比我们更进步的已开发国家 像七大工业国 什么欧洲欧盟 美国这种大国 你说他们呢 有时候就是好像随便帮你讲两句话 或者他的国会议员呢 跑来你台湾访问 访问的时候台湾还要买单 还要给他排五星级的豪华行程 对不对 可是有什么时效没有时效 可是反而呢 跟中国大陆他们提供这些 这个还没有开发的国家 正开发发展中国家 然后他们很需要很多的技术各方面的合作 他们在南非啊 中国大陆耕耘到什么程度 现在南非的非盈利组织跟公益团体 已经都是中国相关的组织在帮他运作 已经美国跟西方几乎都没有办法在那边插起了 连公益团体都是中国大陆下去帮忙跟经验转换的 那所以你台湾本来可以处理的教育 或者文化或者怎么样 那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这个资源整个移开 然后跑去弄那些 根本觉得他们可能觉得还来帮助台湾 对不对 美国甚至对台湾还给军事援助 还不是只是叫你买武器 还给你军事援助 那你这样子不是就会觉得不均衡吗 那你不均衡 你在这些国家里面的这个中国大陆 他一旦的决定 今天甚至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叫做这个大围毒 围毒台湾的外交策略 他讲的是独派的独 就是把那个独的势力等于包围起来 那现在中国大陆如果真的是在发展这个所谓的大围毒 他把那个赖清德已经定位为两国论独派的 大围毒的策略 他一旦全面实施的话 台湾这个事情还真的很麻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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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